杨茜茜 欢迎各位今天出席我们的记者会 我们今天出席的欢迎是 食物球卫生局局长陈兆史教授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医生 和卫生防护中心项目管理 和专业发展处主任 连慧慧医生 一会儿局长 首先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 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安排 和总结2018年度 打针的情况 黄家庆医生随后就和大家总结一下 过去冬季流感和现在流感病毒的情况 最后连医生都会和大家详细介绍 在10月推出打流感针的 资助计划的详程 首先请局长 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今天我和卫生防护中心同事 总监和另外一位同事 开这个记者会主要是想介绍一下 有关2019-2020年度的疫苗接种计划 我们的安排 其实早前在7月 为了要去预早 我们预早去准备应对流感季节 在7月初的时候 我已经召开了一个 我们自己部门的会议和卫生署 医管局和食卫局核下的基层医疗办公室 中医药署和研究署的同事 是商讨 希望我们以多管齐下的措施 应对我们未来2019和2020年的流感 当然当中我们谈了有七个方向 一 当然好像我们今天记者会 会集中谈的加强我们的流感疫苗的接种 第二 也会增加医护的人手 在医管局那方面 因为如果我们要应对流感 将会带来的增加服务量 都要增加人手 增加病床 亦都急症室和普通科门诊的服务 都会增加和加强 当然基层医疗健康 和社区的协作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来到9月 我们都会在葵青 有第一间地区康健中心 到时在这个区 亦都可以发挥到他们的作用 第六就是中医药的服务 中医药也是在预防和治疗流感方面 都有效用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都会加强 当然研究方面 我们都会加强资助和疫苗有关的研究 就着抗流感和日流感疫苗接种方面 希望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本地数据 去务求日后更有效地去应对流感 今天我们这个记者会都会集中在我们介绍 2019、2020年度的疫苗接种计划的安排 大家知道政府一直都鼓励市民尽早接种疫苗 作为预防季节性流感和病发症的有效措施之一 政府在2009年开始 其实已经是投放大量的资源去推行多项的计划 为较大机会受感染的一些群组 去接种免费或者资助的疫苗 流感疫苗 政府都一直是参考两方面的 一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卫生防护中心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 他们的建议 当然我们都不时 大家留意到 我们每年都会检讨 以及扩大我们合资格的群组范围 以及也会去优化我们的疫苗接种的一些不同的模式 希望我们进一步提高全港的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如果我们看回我们在18、19年度 我们的新措施的成效 新措施是什么和成效 我们其实在上一个财政年度 其实在18、19年 政府增幅了大概1亿7千万给卫生署 去采取三项新的措施 而这些措施都是得到显著的成效 这三个措施包括推出 学校外展疫苗接种先度计划 是为小学的学童开展免费到校的外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第二就是扩大疫苗资助计划的合资格群组 涵盖了50至64岁的人士 第三就是提高疫苗资助计划的一些资助额 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截至今年7月7日 政府各项的疫苗接种计划 在18、19年度的季度 总共接种了超过119万剂的流感疫苗 如果我们与2017、18年的季度 与其相比较增加了46% 这是去覆害全香港人口的15% 当然小童方面安排外展接种的小学 亦是由17、18季度的65间 增加到18、19季度的405间 这也增加了6、7倍 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由60间增加到186间 差不多3倍 令到全港6个月至未满12岁的儿童 幅概率是由23%增加到46% 当然效能方面 如果我们看看有没有效能 一会儿王家庭医生也会再说 但我们初步都看到 如果我们在学校 如果我们看一些小学 在学校发生流感的爆发 如果是有一些到校服务的那些 是会少一些爆发 如果我们和那些没有到校服务的那些 就相比 所以也显示是有效的 至于新的 现在我们来的19、20季度 的新措施是有什么呢 当然我们希望今次 今年再接再来 推出更多的措施 进一步推高 我们香港的疫苗接种覆盖率 特别是在学童方面 政府在19、20年度的财政年度 亦都增加了1亿9千万的 经常性的撥款 包括增加人手 和购买疫苗 去提供我们的流感疫苗的接种率 因此我们都会在下一个季度 就是我现在说的19、20年度 第一就是将学校外展疫苗 接种先度计划行常化 以便涵盖更多小学 并以先度形式将计划扩展 去到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第二就是因应疫苗可预防疾病 科学委员会 就着灭活流感疫苗 作出最新的建议 以及社会部分人士的意见 卫生防护中心 是将视乎噴壁式的灭活流感疫苗的供应情况 因为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它的供应情况 我们会安排部分的学校 以先度的形式 使用一些噴壁式的灭活流感疫苗 作进一步研究 卫生防护中心 首席医生 连医生 也稍后会详细介绍 这个措施 我也在这里 值这个机会 特别呼吁 50至64岁的人士 50至64岁的人士 去接种流感疫苗 因为我们上一个季度 已经给了资助 这个群组 亦都在上一个季度 可以开始透过 我们的疫苗资助计划 获得资助 这个主要是去参与疫苗资助计划的医疗机构 或者是医生 去那里打这个流感疫苗 现在如果我们看回这些机构 或者是医生 大概都有三分一 就不会向这些人士收取费用 一般来说政府已经是资助了 同时我也知道 这里有不少机构或者雇主 都大力支持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 鼓励员工去接种疫苗 我亦都呼吁其他机构 参考这个做法 去保障员工健康之外 亦都有助提升生产力 因为我们知道 50至64岁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工作 如果在一些大的机构 都能够帮忙呼吁 我们希望这个接种率都会提高 当然我们自己 卫生署都会加强宣传 至于其他措施 当然一定是由个人做起 这是最重要的 要预防流感 除了接种流感疫苗之外 亦都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和家居的卫生 例如勤洗手 打嗤痴的时候 或者咳嗽的时候 都要掩住鼻 或者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 或者病征 亦都应该要戴口罩 以及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当然在流感高峰期的时候 亦都应该避免去一些人多势迫 以及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地方 所以在个人层面是重要的 但除了个人层面之外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 要一起去应对流感 大家知道流感 这个高峰 或者流感的季节 其实每年都有 每年都回来的 所以政府都会继续 跟不同的界别 包括医护界 我们社区的一些伙伴 教育界 攜手合作 我在这里都特别 衷心去多谢 参与了 或者曾经参与 疫苗资助计划的医生 或者一些医疗机构 和一些不同的机构 团体 大家一起都很努力 去保障社会的健康 一起出一份力 所以希望 未来我们在这个季度 都得到他们继续的支持 稍后我都会把时间交给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王家庆医生 和莲医生 为大家详细解释 我们最新的流感情况 以及在1920年的季度 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安排 我们都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多谢 请问王医生 谢谢 局长 接着下来 我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2018-19年度的冬季流感季节 也会看一看目前最新的情况 就是有关的季节性流感 2018-19的冬季流感季节 就在2019年的1月开始 或者大家都会记得 当时整体的季节性流感 会有程度都上升得很快 去到1月中至到下旬 已经去到非常高的水平 在2月份开始回落 在4月初回到基线水平 所以刚刚过去的冬季流感季节 持续了大约14个星期 过去几年主要的一个流感季节 都是大约12至17周 而今一次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幼童在今一季 是特别受到影响的 特别在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就是出现了相当大量的流感 阳疾病那些爆发的个案 而在公立医院 因为流感而到住院的比率 最高也是六岁以下的儿童 我们在实验室的监测 一直都有收集 福音乐阳本进行检测 发现流感病毒 每一周的阳性比率 在一月中旬到这个季节的最高峰 大约是30个百分比 过去几年 录得在实验室最高峰 都是介乎26至40个百分比 过去的冬季流感季节 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H1 就是佔了所有流感药本 就是七成半的 看回院舍和学校的流感药疾病爆发 在1月中至下旬就是大幅上升 就是去到一个非常高的强度水平 每一个星期就是介乎121至209宗的爆发 都是集中在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就是佔了528宗 这528宗的学校 就是佔了整体一半受到影响 而第二就是小学 大概有三成受到影响 至于安老院舍有爆发的比率是相对低的 所以就是因为幼稚园幼儿中心的爆发 也比较厉害 在1月底提早 在当时放农历新年的假期 至于公立医院入院的情况 我们也是在1月中 那一周是最高的 就是每一万人口有1.59宗 因为流感相关的入院 在公立医院 如果是再细分年龄分布 最高入院的比率就是6岁以下的幼童 去到最高的数字就是11.07宗 每一万人口 其次就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3.1 接着6至11岁的儿童 就是1.99 每一万人口 我们都有监测这个严重的个案 就是看回需要接受这个深切治疗 或者是死亡的流感个案 成人方面我们录得就是在那个季度 总共601宗的个案 而当中就是包括了356宗死亡的个案 大部分就跟个案一样 都是主要影响长者 65岁或以上 而当中有接近八成就是有慢性的疾病 我们也都看回有收集到的数据 我们知道大概只有四分一人 是知道就是接种过这个 2018、19年度的季度的流感疫苗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50至64岁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对高的 因为流行是H1格名 比例在这个群组的严重个案 就是高于H3流行 又或者是月形流感流行的那些季度 儿童流感相关的严重的 偏发症或者死亡个案 在这个季度录到24宗 当中有一位小朋友就是过了身的 年龄就介乎一个月至16岁 有四分一人就是患有慢性的疾病 也都是看回接种疫苗 我们的数字就是显示 就是有73个百分比 都是相当高的比例 是没有曾经是接种过 2018、19那个季度性流感的疫苗 在这24个严重的个案里面 我们也有去看回流感疫苗的效能 做一个估算 我们就是透过流感的定点监测 那就是有一群的有心的私家医生 他们就是帮忙的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估算到 在这个基层医疗的层面 就是那个疫苗的效能 那么就看回主要就是 如果有一些流感症疾病的病人 就会收集他们的常呼吸道样本 然后就是送去我们的试验室那里 就是做这个检测 那当中有个案当然就是找到 是真的属于流感病毒 就是测试阳性 那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情因性的反应 那么就有一个对照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效能的 那么我们发现在过去 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 那个流感疫苗的效能 就是大约是五成至六成 那么就这个 我们找到的这个数据 就是和其他地方 就是估算的结果都是相弱的 是吻合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正如刚才局长也提到 就是我们也有看回 就是在学校 发生的那个流感症疾病的爆发 那么就 虽然就是说去年 就是上一个季度 就是幼稚园幼儿中心 那个流感症疾病的爆发 是相当严重 但是我们看回 比较回 如果是有安排 这个外展疫苗接种的学校 相对于没有安排 外展疫苗接种的学校 他们那个流感症 爆发的那个机会 如果是在幼稚园幼儿中心 就是减低了差不多四成 而在小学更加是减低了 是接近这个五成 所以也是看得到就是 那个流感的接种 那个活动 是对于那个流感 就是流感疫苗的接种 对于那个流感的爆发 就是起这个相当有用的一个效果 就是预防到这个社区的那个传染的 那么最新那个季节性流感的情况 又是怎样呢 那就是我们透过监测 那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在过去几周 那个本地季节性流感的整体回处程度 就是相对于五月初就是有一些的上升 那譬如就是在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率 在六月份就是 也都是有轻微上升 那就是去到每一万的人口 是0.23至0.3宗 那这个就是相对于基线水平 我们定了在0.23宗 那是高一些 那但是你都是想想乐乐有一些的徘徊 那另外就是实验室那里了 收集到的呼吸道样本 那个每一周那个流感病毒 那个阳性的百分比 那就是在六月八号的那一周 就是6.58个百分比 那它就… 我们是看到有一些上升 那去到上一周就是9.22个百分比 那但是仍然都是低过那个基线的水平 那我们发现就是那些 那些目前那个贵性流感的病毒 就几种型都有的 月型那个流感大概佔了四成 甲型H1就是三成 甲型H3就是三成 那也都没有看到是哪一种的流感病毒 是特别明显 可以说就是三种 这个最常见的那个流感病毒 都是共同地流行的 那所以呢就是… 目前来讲呢 在香港呢 我们都透过监测的数据呢 就没看到香港呢 就是进入这个夏天的那个 季节性流感的季节 那就是… 我们都会继续密切去监察 就是本地的那个流感活跃的程度 多谢大家 好 那请一下连医生 讲一讲我们那个… 就是今个季度的… 那个疫苗接种计划 好 麻烦局长 大家好 我会介绍2019-2020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安排 在2019-2020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将会透过以下三个项目来推出 学校外展 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包括软射防疫注射计划 和疫苗资助计划 主要的新安排是包括以下几点 会透过学校外展去加强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 增加资助额 包括学校外展和软射防疫注射计划的资助额 另外软射防疫注射计划底下的服务 也都会扩展到流宿的幼儿中心 首先介绍学校外展的详情 在2018-19年度我们推出了学校外展的先度计划 在未来一年 我们希望以可以持续的运作模式 继续去提高学童流感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我们参考了去年先度计划的经验 亦都在这段时间听了各个持份者不同的意见 未来一年我们将季节性流感学校外展这个项目行常化 推出2019年季节性流感疫苗免费学校外展 给所有的小学参加 亦都会以先度的模式 扩展到幼儿园、幼儿中心和幼儿园企幼儿中心 我们计划的安排是希望可以尽量覆盖多些的学校 所以在运作上 除了卫生署会提供部分的外展接种之外 我们亦都会加强公司型的合作 并且增加疫苗的支助额 吸引多些公司型的私家医生去参与 令到多些的学校和学童是可以受惠的 卫生署除了会提供部分的外展接种之外 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学校地区 我们亦都会在整个计划上面 做多些规划、协调和协助 有优质服务方面的工作 2019-2020免费学校外展是有小学外展 和幼儿园幼儿中心外展 就着可以参加学校的数目 我们今年是不会设限压的 所有学生参与学校的学生 都可以免费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在运作模式方面 主要是由公司型合作的外展接种队 去接种疫苗 在小学外展上 政府会负责购买和运送疫苗 而幼儿园幼儿中心外展 由于幼儿园幼儿中心 每间学校的数目人数相对比较少 加上位置比较分散 我们想在运作上给予多些弹性 所以认为幼儿园幼儿中心的外展 外展是比较适合由私家医生去购买和运送疫苗 至于医疗废物的处理 主要会由提供服务的私家医生负责 资助额方面 小学外展的私家医生是可以获得每剂港币100元的资助 至于幼儿园幼儿中心的外展 由于私家医生要负责购买和运送疫苗 资助额是每剂港币260元 至于疫苗选用的类型方面 小学外展会由政府提供四架灭活流感疫苗 幼儿园幼儿中心就会由提供服务的私家医生 自己去决定提供四架灭活流感疫苗 还是减末的喷鼻式疫苗 因应今年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 对于建议灭活的流感疫苗和假抹的喷鼻式疫苗 均适合在香港使用 卫生署会因应喷鼻式疫苗的供应 安排部分合适 而且是由卫生署提供外展服务的学校 使用这个喷鼻式的疫苗 去试行喷鼻式疫苗 在疫苗计划上物流的安排和实行上的可行性 过去几个月我们积极地去筹备准备工作 在今年的二月份和三月份 已经为学校和私家医生举行了简报会 而且邀请他们参加学校外展的项目 并在六月份举行了多场的简报会 给已经报名的学校和私家医生 和他们解释安排的那个细节 截至今年的7月7日 一共有435间小学和707间 幼稚园幼儿园中心报名参加学校外展 至于不考虑参加免费外展的学校 卫生署也会积极地鼓励他们 考虑疫苗资助计划下的学校外展 邀请私家医生可以到校安排外展的接种 今年新的安排就是在这个计划下 所有的参与学校的学童 亦都可以获得资助去接种季節性流感疫苗 不论他们是否香港居民 由于这是一个可以额外收费的项目 参与的私家医生有机会会向学童 或者是学校收取额外的费用 但是在外展接种的安排上面是相对有弹性 例如除了学童之外 亦都可以邀请学生家长 或者是学校人员去参加外展接种 如果他们是符合疫苗资助计划合资界的人士 就可以获得资助在外展活动那里接种疫苗 而参与私家医生在这个计划下 是可以获得港币210元的资助 在2019-2020疫苗资助计划的 合资格人口组别和安排是维持不变 合资格的人士包括50岁以上的人士 6个月至未满12岁的儿童 或者就读于小学的学童 孕婦、孕婦、商残津贴受助人和智障人士 疫苗资助金额维持在每剂210元 而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合资格的人口组别和安排 亦都是维持不变 长者领取中援或者由社会福利署签法的有效医疗 费用减免证明书的香港居民 包括50至未满65岁的人士 50岁以下有高风险 情况而在公营诊所求诊的人士 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2岁的儿童和孕婦 都可以透过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免费接种疫苗 有高风险的人士是包括有高风险情况的健康情况的人 或者是接受要需要长期服用亚事不灵的儿童门诊病人 医院管理局的住院病人 智障人士和伤残津贴的受助人 而其他人士包括居于安劳院舍的长者 居于残疾人士的宿友 人士院舍的宿友 以及在卫生署、医院管理局 安劳院舍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工作的医护人员 家禽从业员或者从事屠宰家禽行业的人员 以及从事养猪或者屠宰猪籍行业的人士 都可以免费在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下接种疫苗 至于院舍防疫注射计划 2019年的新安排 以及会将流感疫苗的资助额 由每剂港币70元提高至每剂港币100元 而且服务范围会扩展到流宿的幼儿中心 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和免费的学校外展 将会在2019年10月23日展开 而疫苗资助计划和免费的幼儿园中心学校外展 会在2019年10月9日展开 就着2019年20年疫苗采购的情况 政府现正为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采购56万7千剂灭活的流感疫苗 以及为免费的学校外展 采购24万5千剂灭活的流感疫苗 以及2千剂减活的喷鼻式流感疫苗 在今年7月份 卫生署已经通知了有参加疫苗资助计划的医生 提醒他们要准备买针和订购疫苗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今年新的安排 第一 透过学校外展加强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 我们会将学校外展的项目行常化 覆盖更多的小学 并且以先度的模式 扩展到幼儿园中心 和幼儿园企幼儿园中心 其次我们都会增加资助额 在免费小学外展方面 资助额会由每剂港币70元 增加到每剂港币100元 幼儿园幼儿园中心 由于提供服务的私家医生 他们要负责购买疫苗和运送疫苗 资助额是每剂港币260元 阳石防疫注射计划的资助 也会由每剂的70元 提高到每剂的100元 最后阳石防疫注射计划的服务 是会扩展到流宿的幼儿中心 我会介绍这么多 谢谢各位 现在就是到发问的时间 请记者朋友在你发问前说一声给我听你的名字 以及所代表机构的 第一行第二位 谢谢大家 好 darn喔 谢谢 参加 大家的百分比率 執法幾公斤和執法幾公斤 都不是說全部的 自己在小學都參加 有沒有說過他們不參加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還有想問一下 其實今次推行了一些行上化 還有推行到幼稚園 預期的接種率由以往幾多 去到現在最新是會幾多的 就是1920年度 然後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 吳先生剛剛都說 其實那個落感量 近來是升了 雖然未去到基層 但都接近了基層的水平 擔不擔心會有下季的落感 再一次爆發 剛剛中國人這樣結束 然後再問一下 剛剛可能人的落感 又想問一下豬的問題 就是想問局長 剛剛在標誌溫度到的情況 就是廚溫度房 有機會的人都說會倒閉 其實如果他真的要倒閉的時候 正估不到特別的財政支援 又或者要倒閉之後 會不會准明 提出另一個圖案 或者我們今天集中會 是說劉錦針 我們請問醫生簡單回答劉錦針 然後可能局長簡單回應豬那件事 是否會有問題 請問醫生 請問醫生 謝謝你的問題 關於有多少小學 和幼稚園幼兒中心 參加過數目的問題 其實剛才我報告的數目 尤其在幼稚園幼兒中心 現在我們還在接受 他們可以繼續參加 學校外展的計劃 因為尤其在幼稚園幼兒中心的運作模式 是由私家醫生他們安排大部分的流程 包括賣針、送針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繼續讓他們 私家醫生和幼稚園幼兒中心 繼續去安排 希望他們繼續多些學校參加 還有如果真的沒有興趣參加 免費學校外展的 我們亦都有另一個計劃 就是疫苗資助計劃底下 可額外收費的學校外展 這個在安排上面多些彈性 我們亦都是在6月份的時候 邀請了一些沒有參加 我們免費學校外展的學校 來聽過一場簡介會 向他們介紹 我們除了免費學校外展之外 亦都有可額外收費的 疫苗資助計劃學校外展 讓他們繼續去考慮參加這些外展計劃 有些根據過往去年的經驗 因為我們都有先導計劃的經驗 過往的檢討 就是可能在運作上 就是流程上的學校 是會多了工夫做的 所以我們參考了去年先導計劃的經驗 今年的安排 其實是特別在運作模式上 是簡化了學校需要的流程 準備的流程 例如他們要幫忙預備學童的接種紀錄 我們都是做了一些功夫 簡化了流程 希望學校可以更容易鼓勵他們參加 還有遲一點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都會做多些宣傳教育的工作 我想除了學校 其實家長也重要 家長是去答應 如果這些到校的服務去到學校 其實他們的小朋友都會參加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接種流感疫苗 都是最有效去預防季節性流感的手段 所以我們都會做多些宣傳教育工作 令到家長明白 請問黃醫生 接著 衛生防護中心 主要去判斷 有沒有入到一個流感季節 無論是冬季或者是夏季 主要都是看兩組的數據 第一就是公立醫院的流感相關的 每個星期的入院率 其實如果看回近期 自從6月8日的星期開始 我們每個星期一邊看 這一方面的數字 其實都是基線0.23以上的 但就是想想落落的 有時0.23、0.24、0.28、0.26 這一組的數字其實是高於基線水平 但我們亦看了另外一組的數據 就是實驗室檢測的呼吸頭樣本 流感病毒的陽性率 這一個在過去兩個星期 都是超過9%的 上一個星期 不是剛剛這個星期 對上那個就是9.92 但剛剛這個星期 最新的數字就是9.22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未過那個基線水平 所以一起看 我們的判斷都是未入這個下季的流氧季節 但是其實自從過了那個冬季流氧季節 我們一直監測那個數字 在今年那個水平 就不是好像往年 就是比較常見 都是會 譬如那個呼吸道樣本的 那個陽性率會落得比較低的 真的低過基線就是相當多 但是今年就有一點特別 就是它就是滾低過基線 但是就仍然在某個水平 都是有些徘徊的 所以暫時我們都很難去判斷 就是究竟今年會不會有這個夏天的流氧季節 或者是幾時會來 但是我們都是一路會需要去密切去監察 那我們都會是一路公佈那個最新的情況 好 我簡單說幾句關於那個 剛才記者所問的 就是活株供應和全灣逃房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那個活株供應 近來都是未能夠恢復 是較早期我們是關閉逃房之前的水平的 那麼我們都全方位這樣 去去了解那個供應的問題 當然這也是一個商業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們當然都是盡我們的努力 也都有跟國內的相關單位去聯繫 希望可以盡快恢復一些更多的活株供應 是從國內來的 當然了解到全灣逃房 他們對於現在減少了活株供應 他們的經營上面都是有些困難的 所以我們同事都有跟他們去了解 然後去看看接下來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 因為我們今天的記者會也是關於流感疫苗 希望大家也集中在這方面 下一位 第三行第一位 你好 我是TVB 想問一下 上一季流感的時候 有些疫苗出現了一些原浮物 然後最近出現了一些假的疫苗 會不會在哪方面會加強到抽查或者執法的時候 如何去進一步確保疫苗是安全的呢 另外想問一條英文的問題 Yeah, the fascinations are now expected to kindergarten but there are worries from the parents on the effectiveness so what the expected fascination rate and also will the government reinforce the like try to reinforce the enforcement when they try to like check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ascination as well Okay, so perhaps I can start by answering the English question you talk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vaccines so I think Dr. Wong has earlier on provide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vaccines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t viruses as well as for those for example for those schools that have received outreach vaccination program has shown a smaller number of outbreaks of the influenza like illness in their surveillance last year so in comparison that means for those schools that have received outreach vaccination they have less vaccine, they have less vaccine, they have less outbreaks, influenza like outbreaks so in this regard we think the risk of running the outbreaks would be reduced if the kids are receiving vaccines 所以我們認為是有多方面的事情 您的中文問題是請請問黃醫生是嗎 或者局長也可以回答 或是局長也可以回答 是 是 您的中文問題是對不起 您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最近有假的疫苗,还有什么检浮物等等 如何去确保安全,是否会提前再去搜查 而不是等到事件发生了之后再去搜查呢 我首先讲一讲,我想疫苗安全 其实我想我们政府、卫生署 大家都是非常注重的 当然黄医生也想可以补充一下他们的一些措施 我亦都重申,最近的疫苗问题 那些不是流感疫苗,那些是另外一些的疫苗 但当然任何的疫苗,如果有假或是有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关注 大家也看到最近的一些假疫苗的问题 其实现在已经是进行调查中 海关和我们卫生署的同事 都大家做了记者会 当然我们有法例和有措施 卫生署一直会去看着我们的疫苗的安全性 还有是疫苗的注册的 那来看看黄医生有没有补充 黄医生有没有补充 各方面我们都是相当严谨的 那至于私家医生方面,他们就是自己去采购 那我们亦都是会有个指引,就是给他们 有什么存放的 亦都是有一些抽氧的检查的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是会有信心 还有就会有监察住 那当然,如果在消费者方面 他们在去接受一些疫苗接种的时候 亦都可以有一个留意 有一个关心在这 那也都是会帮得到 如果是万一真的有一些的疫苗的批设 是有一些的问题出现了 亦都是有机会帮助,可以察觉到 下一位,南麻早报 你好,这是Elizabeth Chang 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所以,我还有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国际网疫苗 我看到,他们会给予一些幼稚园 所以,根据哪个基础 那些国际网疫苗会给予那些医生? 我看到,其实,只有2,000网疫苗 那些医生的医生 有被设计的医生 是这些医生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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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医生的医生 也就是关于我们的医生 和医生的医生 有多少医生的医生 有医生的医生 是这些医生的医生 医生的医生 OK OK,所以,我可能会想到 Dr.Lin 去给予更多的医生 咱们对公开我们的医生 对你的问题 尤其是 2018. So in the local setting there has not been experience on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vaccine and the main objective of piloting the use of LAIV in the school outreach this year is to test a feasibility and the logistic arrangement in applications of the LAIV in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Our plan is to arrange those schools with outreach IDEHKATIVITY HOLE PAI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O WE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VACCINES TO BE PROCURED AT THE 2,000 DOSES HAS BE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SCHOOLS THAT DH WILL PROVIDE OUTREACH VACCINATION THIS YEAR THE AGE DISTRIBUTIONS OF TH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THAT ISSUITABLE FOR THE LARE BECAUSE THE LIVE VACCINE CANNOT BE USED FOR TECH KIDS UNDER 2 THE YEAR OF TWO as well as the preference of the school which whether they wish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hild and the manpower arrangement. So the number 2000 is actually taken into account of a number of these factors to decide. As for how we choose the school to participate, actually there are similar factors that we consider.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school because if they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children which is not suitable to use the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then we will probably more tend to exclude those schools into this particular child because of the logistic arrangement. And the preference of schools and as well a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local supply of the vaccinations. Thank you. And I would like to supplement that this is just the government program. So if parents think they would like their child to take this type of flu mist vaccine, then they can also go to private GP's. You know, they also provide this kind of vaccines as well. 下一位,明報. 明報記者,朱雲飛 想問黃醫生少少少關於那個2009年, 就說自2009年之後爆發得最多, 其實2009年當年是爆發了多少, 還有當年幼稚園方面的爆發是怎樣? 有沒有評估過為何去年會爆得那麼厲害? 其實是否幼稚園的接種其實遲了一年呢? 那時候是否還未有那麼快可以做到接種, 令到爆發那麼厲害呢? 另外,還是繼續問問噴鼻疫苗的, 就想問一下現在, 剛才你們看過一系列的, 就選了一些學校, 總共有多少間會用噴鼻式疫苗? 還有想問噴鼻式疫苗和打針, 其實那個效能, 對於甲型流感和月形流感的效能相差多遠? 除了兩歲之下不能用, 還有甚麼人是不能用的? 你們都說想看看效果是怎樣? 其實你們是會看些甚麼, 然後才決定, 接下來會不會全面用, 還是不是全面用的? 剛才也有行家就問, 就是預計的避免, 因為接下來一年就是第一次, 基本上所有小學幼稚園上參加都會參加到, 你們其實期望是幾多成的學校可以參加, 幾多成的小朋友可以接種, 那是否如果大約七成的話, 是否可以有一個普遍的保護情況, 即是預計流感又會大大減少呢? 麻煩你。 請問黃醫生。 好,首先請問黃醫生。 謝謝你的問題。 因為2009年當年就是流感大流行, 所以當年的爆發是比較厲害的, 你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1819那個年度, 確實是, 那個流感釀疾病的爆發特別是, 在一些幼童的縣寺, 幼稚園中心那些是特別高的。 因為是H1, 我們都知道H1是特別對於小朋友的影響是大一點的。 其實如果是那個季節性流感的接種, 在1819比起1718, 就著小童的接種率, 其實已經是有提升的。 譬如說六個月至未滿六歲, 1718年整體的接種率大概是25個百分比, 但是1819年度, 其實已經是去到三分之一, 34個百分比。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想像, 如果那個接種率是沒有提升的話, 那個爆發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那也都去年, 如果是有外展接種活動的, 那個幼稚園幼稚園中心, 那個數目也是比1718多了三倍。 所以我們看到整體其實一直的那個方向, 都是有提升那個接種。 那麼我們也都預期, 就是隨著那個接種再進一步上升的話, 對於整體那個流感的活躍程度, 在當個季度應該是會有所舒緩的。 09,不好意思, 我手上沒有那個確實的數字在手上。 好, 我或者也講講那個覆蓋律, 和我們那些計劃, 然後請連醫生都可以講講那個噴鼻式, 你剛才那些問題。 其實政府一直以來, 尤其是過去幾年, 我們都大力地去增加資源和人手, 希望務求做到我們的覆蓋律, 對於社會上不同的群組。 當然過去, 我們都非常集中在小朋友那裡, 希望推高覆蓋律。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這個覆蓋律會高的時候, 其實對於小朋友在預防這個流感,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如果我們看回小朋友, 這樣才算吧。 如果分兩個年齡層, 六個月至到未滿六歲, 其實1819的接種率是34.5%, 如果我們看1617、1718, 其實這也是有個上升的。 1617的時候, 都不夠20%, 1718是25.8%。 如果我們看回六歲至到未滿12歲的兒童, 其實那個接種率在1819, 其實是超過五成的, 有成55.4%。 這個也是更加, 如果我們跟1617和1718比, 又是有一個大幅的增加。 因為1617只有15.7%, 而1718是20.5%。 這個也是有一個大幅的增加。 如果我們整體, 我們整體, 剛才我說過了, 六個月至到未滿12歲的兒童, 其實將我剛才那兩個數合起來, 接種率是大概46%。 這個就是比上一個季度的23%, 也增加了一倍。 接下來, 我們當然是, 隨著我們放多些資源下去, 還有這些新措施, 我們希望進一步, 將這個覆蓋率和接種率推高。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其他地方的疫苗的接種率, 其實有些國家是低過, 我剛才所說的接種率, 有些其實是高過的。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 隨著我們買多了的疫苗, 也增加了群組的覆蓋率, 以至到優化現在我們接種的模式, 用更多的道效, 我們也有信心, 我們的覆蓋率和接種率都會提高。 當然, 就算我們的覆蓋率是希望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市民, 或者是小朋友, 或者他們的家長, 都不願意接種疫苗, 那個接種率都是不會高的。 所以我想在我們宣傳教育那方面, 我們也是要大力去做, 令到大家都明白到,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是一個最好的預防方法。 請一列醫生。 好, 我講一講關於減沒噴鼻式的疫苗。 噴鼻式的疫苗是一個減沒的疫苗, 跟我們之前傳統用的滅活式打針式的疫苗, 分別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減沒的疫苗, 所以除了不適合兩歲, 它只適合兩歲至49歲的人士使用, 也不適合懷孕的婦女, 以及一些免疫力相對比較低的人士使用。 所以一般來說, 比起傳統那種打針式的滅活疫苗, 它是相對地比較多不適合接種的人士。 至於我們看回外地的經驗和科學數據, 其實噴鼻式的減沒疫苗一般都可以和滅活疫苗一樣, 可以安全和有效提供類似的保護, 除了不適合一些有禁忌性的人士使用。 至於我們在計劃一個疫苗的安排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除了本地和科學的證據, 我們也要看接種人士對於疫苗的應受性, 就著疫苗的特性, 就是剛才我提到減沒疫苗的特性的適合性, 我們想接種的目標群組的需要性, 考慮這些因素, 而去定立疫苗接種計劃。 所以接下來我們參考了疫苗可預防病科委員會的成效上的建議, 我們接下來就會看看實行上的可行性, 也會參考本地會有的數據, 科學證據, 看看目標群組接種疫苗的人士對於疫苗的應受性是怎樣, 這些都是我們會提的因素, 謝謝。 最後兩條, 最後講和我問藍師。 我想問一下現在有多少間小學是參與這些計劃, 還有有多少間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是參加這些計劃報名的, 麻煩你。 好,請一下蓮醫生。 直至今個月的7月7日, 我們一共有435間小學和707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報名參加學校外展。 最後一條, 第一行第二位。 你好, 主要想問蓮醫生關於減活疫苗的問題, 因為你剛才說會有2000G, 想問2000G其實對於這個研究或科學數據足不足夠, 還是其實因為廠商那裡只是供應到2000G, 所以就提供2000G的數目, 想問如果是不足夠的話, 大概需要多少G的時間才可以足夠這個數據去做研究, 以及預計整個研究的時間要多長, 謝謝你。 好,請一下蓮醫生。 2000G這個數目其實是來自我剛才也解釋過, 即是有幾個因素是突出來, 即將會購買2000G去看的, 不過我們計劃一個疫苗, 計劃下一步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只是看一個單一的因素, 或者單一的數據,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運用一個模式去測試一下, 這個模式的疫苗計劃上的可行性和物流上的安排, 但是我們也會看其他本地有的數據, 譬如關於認受性和合適性和目標群組的需要去決定, 所以就不會單單只是靠一個科學數據去決定。 好,謝謝你。 補充一下, 大家知道今年我們用這個噴鼻式的疫苗, 其實在註冊之後也是第一次, 所以那個數目一方面都正如蓮醫生所說, 都會首先開展好像一個先導計劃一樣, 去看看剛才蓮醫生所說的那些因素, 而供應都會是一個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教組的時候, 都有跟藥廠聯絡過, 供應大概這個數目可以提供到, 所以在幾方面, 當我們今年做了這個研究之後, 再去看看不同的因素, 認受性、接受性、成效等等, 再決定我們接下來的策略和模式會怎麼做。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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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